那我們現在就插字幕跟聲音 字幕有幾種方法 比如說你想要用一個空白的 放上面說我這是做什麼 可不可以 好像簡報像有一個標題嗎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有時候我偷懶 我就覺得這樣麻煩的話 我就乾脆直接在這邊 有沒有看起來很熟悉的 這個 直接打字也可以啊 點下去之後你看 在我們這邊有沒有馬上跑一個字出來了 在這裡 只是預設字比較小一點 所以呢點到這裡 好把它弄起來 字比較小 把它變大 再來字型的部分 在影片的話 一般大部分都建議比較用 粗一點的 會看得比較清楚 你用矽名或 標牌勉強還可以啦 矽名就有點太細 好就是在影片的時候 所以一般我們大部分會用粗一點的 好 比如說我們這邊是 在這裡 在這裡 這樣子呢我處理完這個字之後 這樣不好看 最簡單的我常用這種高亮度的 因為這樣都看得到 對吧 用Mark的 好 我這樣就一段影片我把它放在這邊 這裡 比如說這是第一個 那你如果還有需要後面的 我可以把一樣把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Ctrl加C 我拿到這邊來 有沒有第二個 這樣了解了齁 反正後面你就自己再加進去就好了 那麼現在只差聲音 聲音的話請問可不可以隨便找一首音樂就放進去 如果你 純粹自我欣賞 那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假設要放在網路上 是會有版權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蠻建議各位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來到你的YouTuber就好 YouTuber 你有 就是你有登錄你的帳號 只有在這邊 有沒有叫創作者工作室 看起來很多人點頭 表示都有在做網紅 好 從左手邊 這裡 創作工具箱點下去就有了 那他有分兩種 一種叫音樂 一種叫音效 應該知道意思吧 音效就是短格事件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找這個 而且 你在這邊有個好處 他有分 情境 有沒有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樂器 這些你都可以選 然後長度也告訴你 而且呢 他有告訴你版權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先找找看 一般我們大部分 大部分這種 桌子攝影通常都會比較輕快一點 所以我就找看看有沒有比較開心的 或者比較歡 歡樂的 好點一下他就幫你做篩選 當然你也可以做類型的篩選 比如說往下走 看看我假日快樂的 一分多鐘 好像還蠻適合的 你就先play一下 好 那play的過程 他有沒有告訴你 你可以拿這首曲子 而且引力 可是你要不要著名來源 有對不對 這裡有寫 那麼 除了這一首以外我們看看其他的 好比如說這鄉村的 點一下 這一首 就不用著名來源 你瞭解音的嗎 直接拿去用就好了 所以我盡量會找這一首的 當然如果你對某些音樂是有比較特殊的喜歡 你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特別帶來的比如說搖滾 對不對 你就找看看 找到你喜歡的 開琴 交流 好我就下載 這樣 就直接拿走了 你就可以找到適合 這是最簡單的 網路上還有別的 有 還是蠻多的 只是說 我們先從這邊 那你找到之後呢 我就找到他 你回到你的第一張 第一張投影片 換真片 丟進來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丟進來了 但是呢 你們在Power 有沒有加入過 音樂進來過 如果你加在 某一張 是不是在那張會播 可不可以設定的每一張都播 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Power也可以設定這樣 他跟他一樣 所以預設是只有在這張播 好你有看到他的音量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大聲 我就先 整體我稍微調小聲一點 不要那麼大聲 好 是不是小聲了 好 那你點到他 點到這個聲音 按右鍵 有沒有找到再 多個換燈片播放 就是這個 至於放上放下沒有差 反正聲音不是用看的 是用聽的 這樣沒問題吧 好所以你看喔 我們這樣就解決囉 這樣子 在不同的 影片有沒有看到聲音了 除非他已經播完 了解嗎 除非他已經播完你就 看不到 這樣子就解決了 是不是就OK了 最後就只剩輸出啦 好就只剩輸出 當然你要預覽也可以 不過預覽稍微注意一下 你點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兩種預覽 一個是指預覽你現在這張所謂的換燈片 好換燈片 一個是全部 不過用這種預覽比較不準 有時候那個聲音會斷掉 所以 以我 就是使用的經驗我會 就直接就輸出 好就直接輸出 我先把他這個專案先存檔一下 你看我們這裡有沒有 一個叫導出 導出 那麼 我們A7分的這套功能 這套軟體 其實他原本要做什麼用的 就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就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那你如果用到的是屬於我們剛剛講的 影片的 或者是圖片的這種功能 完全免費 不會有任何浮水印 那你用超過這個以後的範圍 也沒有時間限制 你也可以用 但是 你在他所謂的付費功能的部分 他會在左上角這邊 還是右上角 有一個他們的Logo 也就是說你軟體是可以 繼續使用 功能也都可以用 但是就是 用到 所謂的付費方案功能呢 會有一個小浮水印在上面 這樣子 這樣瞭解 可是視訊是沒有 所以我們點這邊 你看 導出裡面的視頻 有沒有發現預設就變成MP4 好 然後呢 他會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專案檔裡面 我就按確定 這時候就開始做輸出 那 我就讓他輸出一下 先 讓各位 自行 找一下你喜歡的聲音 好不好 所以我剛剛這邊已經做好了之後 他會跳一個視窗告訴你 那麼 因為我們這個其實沒有很長 所以呢 其實你實際上看 做好的影片 我們剛剛是在這邊 應該是在 這裡 桌面上的 這個 你剛剛有看到 那我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 那個 字幕的時間啊 字幕的時間 可不可以長一點 可以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他每一個都是一個塗層 對不對 這個就是字幕的時間 前後呢 會有彈入跟彈出的效果 就是這兩個 那個 菱形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字幕長一點滑過來 有沒有這樣字幕顯示的時間就變長 好 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預設都是大概三秒鐘左右 如果你希望整段影片都有的話 就可以這樣 很輕鬆就拿 打開就好了 好那當然 建議各位你的專案檔要記得存檔一下 OK OK